Hello 大家好 手上就是我家裡很多不同種類的刮痣儀器 近來朋友送了一個粉蒸給我 之前我有扁石 甚至有牛骨 牛骨是我媽媽送給我的 其實刮痣有什麼用處呢? 刮痣可以令到血液循環好些 做到瘦面的效果 還有 其實是一種自然療法 不需要打針 不需要食藥 或者不需要很貴的工具 就可以解除疲勞和美容的效果 最後還可以幫我們驅風驅寒 有時我頭痛或者感冒這個時間 刮一下就會起沙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刮沙的時候 第一是防止拉傷皮膚 用的用具一定非常圓滑 買的時候一定要摸一下它 會不會是崩了或者跌過呢? 有時如果位置崩了 跌過 或者做得不夠圓滑 很容易刮傷肌膚 第二 也是防止拉傷皮膚 如果光刮的時候 就一定會是拉傷皮膚 這個時間就一定要加底油 或者中間有一個介面油 今天跟大家介紹三種介面油 就可以加上這些刮沙工具 做到剛才以上的效果 美容 瘦面 還有 令到刮沙效果是事半功倍的 當我們刮沙的時候 我就比較喜歡這個 這個就是Nelani Blast Balm 它的味道是很吸引之餘 而且它的質地好像豬油菊 但是在臉上刮一下刮一下 感覺很舒服 而且不需要補那麼多次 裡面有馬路拉油 藍芽菊 辣木果 生茶花 用的時候 一小小就夠 而且這些位置 我覺得很容易推傷眼部的肌膚 而且還可以之後放在臉上 慢慢吸收成一個簡單的面膜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它不需要倒的效果 不想要那麼黏 或者不喜歡那麼花香 有這個Happy Hour的精選 它用了提子油 Lavender 國寶茶 生花花 那個味道會比較中性 它的吸收力也挺快 中間可能要補一次 但它也是比其他來說 我覺得它比較順滑 提子味也挺舒服 而且這個Happy Hour還可以消炎過敏感 第三種就是大家喜歡的黃飛油 大家用的時間都很清楚 裡面有14種抗氧化的成分 亦都適合敏感肌膚用 用的時候也是幫助吸收 和可以淡化斑 裡面有紅石瓏抗氧化 畫印的時候 去水中還是一流的選擇